据外媒3月2日报道 亚美尼亚向印度购买了 四套移动火炮定位相控阵雷达 价值4000万美元 在竞标当中 俄罗斯和波兰竟被印度击败 错失订单 印度军工这回可真是扬美吐气了一把 不少网友表示 亚美尼亚竟然敢买印度货 心可真大 毕竟印度制造是出了名的不少谱 就在前不久 印度国宝级直升机北极星 在一次飞行任务中 因螺旋桨被电线半岛 发生坠机事故 现场相当惨烈 除了装备印度陆军的100多架外 该直升机还出口到了厄瓜多尔 毕竟是印度制造 厄瓜多尔买的这7架直升机里 就摔了4架 不仅在人家的大越冰上摔了 还让厄瓜多尔总统险些丢掉性命 经历了两次坠机的厄瓜多尔 向印度提出退货 但很快被印度无情驳回 这是印度连哄带骗 才让厄瓜多尔买下的 岂是你能说退就退的 当了冤大头的厄瓜多尔 只得哑巴吃黄连 把剩下的三架北极星 永久封存了 虽然印度在厄瓜多尔身上 尝到了宰人的甜头 但要说世界军购中最大的冤大头 终归还是印度 但印度被宰绝对是活该 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冷战后印度选择抱苏联大腿 苏联也从不亏待这位忠实的小老弟 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30多年间 苏联给印度的援助贷款就高达100亿卢布 当时卢布和美元比之为1比1 印度如今的工业体系超过一半 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的 1991年苏联解体 卢布疯狂贬值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俄罗斯想现在自己有难 印度肯定会帮自己一把 可谁知印度是个吃力爬外的主 一听说卢布贬值 就迫不及待地还了俄罗斯的外债 用300多万美元搞定了原先 100多亿美元的债务 印度占了俄罗斯这么大的便宜 战斗民族自然不能容忍 于是坑印度人钱的想法 从此在俄罗斯人的心里生根发芽 在印度向俄罗斯的所有军构中 到底哪一次是最冤的呢 维克拉玛蒂亚号 现为印度海军唯一的航母 本舰原为俄罗斯的基辅级戈尔施科夫号 不过这艘航母在1994年 出于意外被炸成了废铁 俄罗斯人突然想到 能不能忽悠一下印度人 看看能否卖出去 于是在俄罗斯的联盟带片下 本来一文不值的废铁 却以29亿美元卖给了印度 配套的米格29K建载机 还要额外加钱 对印度多年的坑蒙拐骗 让俄罗斯赚得盆满钵满 但做生意还是要讲究细水长流 相比之下 中国绝对是同手无期的良心卖家 中国出口武器向来以性能优秀 价格美丽而广受世界好评 前不久新推出的查打一体彩虹4无人机 更是受到中东 非洲等国家的争相抢购 就连一项偏爱美式武器的沙特 更是大手一挥 买下了300架彩虹4 及生产线 而让狗大户沙特彻底心动的 则是伊拉克公布的一段 彩虹4实战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 彩虹4神不知鬼不觉地 飞到了IS极端组织指挥部的上空 进行精确投弹 让几名极端组织高官当场毕命 不少极端分子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彩虹4的这一战果 让美俄两国都表示震撼 鉴于血腥程度较高 我们将这段实战视频 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关注钢与军事回复彩虹 看看让中东狗大户们 先吃神网的彩虹无人机 究竟有多强悍 感谢观看